11月3号下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会晤。 习近平指出,中德关系已经步入第二个50年。 中德作为全方位战略伙伴,双方秉持互利共赢,相互成就的精神,共同前进。 本着取长补短,交流互建的态度,共同成长。 这是中德关系过去几十年顺利发展的宝贵经验,值得双方珍惜和传承。 中德合作是开放务实的,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。 当前,中德贸易稳步发展,双向投资热情高涨,两国合作更趋稳健,更加扎实,更复活力。 两国建立了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,可以尽快举行第一次对话, 推动双方深化气候保护、绿色转型、环境治理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合作, 加强青年、地方、有成交往,为人员往来创造更多便利。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,推进中国式现代化,以高水平对外开放,推动世界共同发展。 不久前,中国颁布了《优化外商投资环境24条政策措施》。 我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,宣布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, 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等重大举措。 这将为中德互利合作提供更大机遇。 130多家德国企业将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。 这是德国企业对中国发展投下的信任票。 希望德方对中国企业赋得合作也坚持高水平双向开放。 相信中德合作将进一步释放巨大潜力,造福两国人民。 习近平强调,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很大变化。 地缘冲突加剧,经济复苏乏力,冷战思维回潮。 中国和德国都是负责任的大国,不仅要发展好双边关系, 做合作共赢的表率。 更要捍卫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,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。 中欧关系关乎世界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, 值得双方全力维护好发展好。 中国将欧洲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级, 希望德国推动欧盟秉持市场化和公平原则, 同中方一道维护公平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,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 舒尔茨表示, 去年11月,我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访华, 我们进行了深入沟通,达成许多重要共识。 一年来,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成功举行, 各层级对话交流快速恢复, 经贸关系更加紧密, 合作项目持续推进。 深化德中关系, 展现出更多可能和广阔前景。 德中关系对德方十分重要。 德方愿延续两国良好关系, 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, 希望德国企业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。 德方愿同中方相互便利签证和人员往来, 密切人文交流。 德方愿推动欧中关系积极发展。 舒尔茨介绍了德方对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的看法, 表示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。 习近平指出, 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乌克兰危机, 要从根子上解决, 需要对安全问题进行更深入思考, 坚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, 推动构建均衡、有效、可持续的安全架构。 挤压别国安全空间, 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, 都会导致地区失衡, 引起冲突扩大升级。 中欧应该致力于调解冲突, 缓和紧张, 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, 发挥积极作用。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。 王毅参加上迕团层 before1yi加进入往前无影使用。